臺灣成為世界民主支持 國民黨絕對不會屈服 28號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 號召攔尾站出來 表態對國會擴權事件不滿 不僅拒絕配合修法 連憲法訴訟法公聽會 傅昆奇還拒簽 導致公聽會恐怕開不成 國會擴權的惡例 已經成為立法院的慣例 賴氏寶更嗆聲 翁曉玲版本的憲法訴訟法修正案 將會提案修公投法 未來公民覆決的範圍 包括憲法法庭的釋憲結果 如今連法界人士都看不下去 為了避免因為民主暴力 也就是現在藍白通過的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必須要有一個憲法的仲裁者 竟然有立委提議說 我們乾脆用公投的方式 來決定釋憲的結果 這個是完全開民主倒車 萊茵此舉被質疑是無限擴權 立抗憲法法庭判決 但白鷹也落狠話 調查委員會 這次憲法法庭沒有宣告違憲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大法官 他們所設定的遊戲規則 受邀的人愛來不來沒有關係 來了以後不提資料也沒有關係 藍白是現在滑鐵盧 各種方式相遮要反制 但要表態的場合 猶疑要選2026的縣市長仁雪 高雄柯智恩 台南縣龍介 國民黨副秘書長 身兼彰化縣黨部主委 謝依鳳 以及副院長江啟成 都沒出席 另外被點到 可能被罷免的羅廷偉 廖偉翔都沒到 學小心則是戴著口罩 站在角落旁 難以持續在立院做自己 恐怕已經讓不少選將 刻意保持距離 三零旬周一金馬月魂 台報道